哇 哇 这个好散哦 绝了这个发纹 我们这个漆上去以后 这个凤凰的尾巴就出来了 大家好 我是老蒋 有网友看了我们前期的视频以后 又找我订了一块金色蓝的乌木 但是这一次他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就是他没有告诉我要怎么做 而是让我自由发挥 给他做成一块茶庞 那现在我们把它做出来看一下 看会不会辜负老铁的信任 我也把这个做一个茶庞 我们现在这个就这个花纹 看起来是那个凤尾纹 很像那个凤凰的尾巴 我想的话给他叫一个飞的凤凰 长翅的一个凤凰能掉没有 要从这边转过来 不然这边空间很久不过 所以只能这么转过来 转过来的话 可能投在这里这边两个打两个翅膀 平飞的那种 然后再动一下 这样一个搭转给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肉 就是这样的包心 有个镬子 有一个镬子 最后这个组颜色 只能向下用 可以发跃 也就能够抹个镬子 让我们最后转过来 你这边没有很快 卸的转器 逢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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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这个茶盘已经雕刻好了 现在拿去打磨看一下 哇 这个树柳 你看这个树柳啥 这个做出来不得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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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鱼锅中间 好 现在我们这个塌盘已经打磨好了 等下给它刷点漆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好 现在我们给它刷一点底漆 刷点这个清漆看一下 我们来感受一下它凤尾纹 为什么叫凤尾纹 哇 哇 这样好散哦 绝了这个凤尾纹 我们这个漆上去以后 这个凤凰的尾巴就出来了 金丝楠木特有的一个魅力 好了 我们这个底漆刷上去以后 这个木头的纹理就非常的清楚了 那现在整个凤凰的动态就全部出来了 这边是手工雕刻的头 翅膀 身子 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凤尾纹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给它开了一个茶漏 铜片放上去以后 它就像一个闪闪发亮的太阳 那到这里为止 我们整个茶盘的担缝朝阳的 这样一个造型就全部做好了 总的来讲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没有辜负老铁这几千块钱的信任 那现在我们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金丝楠乌木的魅力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江点个赞加关注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持续给大家 分享一些木质供应品的加工过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